軍事消息 台灣的軍方13號起事一連五天進行漢光37號士兵演習 而部分的科目是因為疫情而縮小了規模或取消 還是有兩大的亮點 包括新成立的海軍海風大隊機動2中隊 已經是首次的參與了漢光演習檢驗作戰效能 而另外有多款的戰機 15號將會在南部屏東的加東戰備跑道演練起降補給 這也成為了這次的演習焦點 台灣軍方13號展開漢光37號士兵演練 首日在南台灣台南演練部隊遭受化學戰績攻擊時 緊急協調鄰近醫院收治傷患 並由39化學兵執行污染源採樣 車輛裝備儲物作業等 藉此整合軍民醫療量能 提升傷患後送保障部隊戰力 漢光五天演習 從首日的生物疫病軍民醫療能力整合科目 第二日進行夜間戰力機動部署 到第三天的反特工演練 每天有不同的操演科目 要驗證軍力調度能力 其中台灣海軍今年八月新成立的海風機動二中隊 搭載雄風二三型反艦飛彈 號稱機動性強 隱匿性高 首度投入漢光演練成為焦點 在基隆北海岸地區展示我們這種海風中隊 它本身具備機動反制對方登陸部隊 因為他們能夠離開固定的駐地 而且在可以展開的地方 將飛彈發射車在路上部署以後 就可以對海上的登陸艦艇 敵方的登陸艦艇進行 這個利用雄二飛彈的這樣一個反制 是我們用來阻止敵方 反登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另外皮東加東戰備道緊急起降 重新啟用 十五號包括IDF經國號 F16等主力戰機進行起降 以及補給作業 也是演練焦點 不過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加上颱風干擾 連雲空降操演以及連星兩棲登陸操演 今年取消演練 鳳凰衛視盧冠菲 蔡榮仁台北報導 完成了